梵蒂岡電臺訊 教宗方幾個4月23日 在聖伯多禄廣場主持公開接見活動 教宗以《路加福音》中 天使對婦女媒的提問 展開她的要理講授 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多少次我們在死亡的事物中 在不能給予生命的事物中尋找生命 我們在自私自利或自我得意中自我封閉 被詮釋和物質吸引 將希望寄託在世俗虛榮、錢財和成就上 向耶穌敞開自己並不容易 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復活後 多麼宗徒要求觸摸耶穌的傷痕才肯相信 瑪利亞·瑪達雷娜 直到耶穌呼喚她的名字 才認出那是耶穌 教宗說 耶穌不在肥墓裡 祂復活了 祂是活著的 祂始終更新祂的身體 及教會 使教會前進 並吸引祂走向自己 4月23日 是教宗方幾個的主堡聖人詹禮日 聖喬治紀念日 教宗向所有祝賀祂的人與團體 表示衷心的感謝 祂回家